那首先呢就让我们来讲讲开放与管制吧 开放与管制这个最经典的例子 或者是我们身边最明显的例子 那就是Android跟iOS啦 那我们来看一下 iOS呢它基本上是一个平台 这个我们想我们大家都同意 上面有什么 它有用户 它有应用程式开发商 那另外呢当然也有广告商啦 广告商会上来打广告 有时候打开一些游戏啊 各式各样的APP啊 有时候会看到广告对吧 那么在这样子的平台上面呢 用户跟开发商之间 让他们来做交易 那广告商呢一定程度上在 对这个平台上面的其他方 做一些补贴 大概是这个感觉 好所以这个架构应该算是蛮明显的 那么iOS呢 它基本上 对于应用程式开发商来说 它是平台吧 所以开发商自行上架 开发商自行决定APP要做成什么样子 要订多少钱 不过呢 它基本上是实行一个管制策略 它会严格地审核申请上架的APP 也就是说你今天APP想要上架的时候呢 固然是你自己决定你要写成什么样子 但是当你说 你跟APP提出申请说我要上架了以后 它会有人去看 你的APP到底写成什么样子 符不符合它们的基本规范 有没有好好抵这个 这个follow各式各样的善良风俗啊 里面有没有一些不该出现的 什么这个杀人放火的东西啊 然后 APP的quality够不够 会不会一天到晚打开就闪退 它甚至会做出一些 有时候想起来觉得蛮奇怪的事情 它甚至会说 你这个APP各方面来讲都OK 但我总觉得跟大部分的APP比起来没什么差别 我觉得你还是改一改吧 或者是 我觉得你这个APP不错 但是呢看起来就跟一个网页没什么两样 你能不能使用一些手机的特殊装置 特殊机能 比如说手机里面都有定位啊 那你这个APP都没有用到定位 用一下吧 它有时候会显得很鸡婆啊 我明明就只是想要做一些简单的事情 但不管它就是 蛮严格的审核 你申请上架的APP 不行 它就不给你上架 Android的平台模式呢 差不多 那我们都知道Android上面 除了刚刚讲的三方情况 Android还有手机制造商 硬体厂商可以自由地加入这个平台 使用Android的作业系统 来当作他们的手机的作业系统 那么呢 APP的上架方式方面也很宽松 他们使用的是一个所谓的开放策略 那么这个时候呢 APP上架了以后 基本上几乎都没有什么审核 啪哩一下就上了 我有过的经验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不是开放与封闭 这是开放与管制 封闭的话就没有那一边了 那一边就不是平台的一边 所以是开放与管制 他们呢 所使用的这个Revenue Model 倒是都很像 你今天开发商把APP放上去 然后呢 如果真的赚了钱 不管你是直接卖 还是In-App Purchase等等的 他们呢 应用程式开放商收得70% 平台呢 也就抽走30% 这件事情上是一样的 那我们可能可以看一些资讯 来看看哪一些平台上面 交易比较活跃 以这个APP的download数来说的话 Google Play跟iOS比起来 那这个Google Play是遥遥领先 领先在以2018年的Q1来说 大概是领先135%左右 也就是说呢 大部分的人 他们都是使用Google Play 在下载APP Google Play上面的下载的数 是多很多的 同样是2018的Q1 如果我们看的是 Gross Consumer Spend 这样子 也就是说呢 消费者在这个平台上面花的钱 那包括In-App Purchase啊 或者是包括这个download的时候 要付的钱啊等等的 这个时候就反过来 这个时候变成iOS比起Google Play 要多出85% 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数据呢 基本上跟过去几年来 都没有非常大的差别 以比如说2016年来说的话呢 这个Google Play领先的程度 在download上大概是100%左右 那营收方面呢 2016的时候的资讯 Google iOS领先大概是90%左右 所以基本上呢 这差距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那你忍不住就想要问几个问题啦 看起来 看起来Android上面有比较多的app 比较多的下载量 那应用程式开发商比较偏好在Android上面开发 然后呢 user比较在Android上面下载 这个是为什么呢 那除此之外 既然那边的这个互动这么的活络 那为什么是iOS上面的营收会比较高呢 那最后 刚刚的问题找出答案来也不错 但其实更重要的是 我们知道平台治理跟营收 跟所谓的平台定价 事实上是串在一起的两件事情 那么Android跟iOS Google跟Apple 他们在设定他们所谓的平台治理的模式 开放啦 管制啦 跟他们家想要用的营收模式的关联性在哪里 差别又在哪里 他们两家到底在想什么 才会因此导出这样子的平台治理的模式呢 我们在影片里就不跟大家讲 大家想一下 我们到课堂上的时候再做这个讨论